你看 怎么会是他呀 他不是连计划案都没写 怎么会是他呢 就是啊 怎么搞的 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看什么呢 科长你看 我也看不懂了 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怎么会是他呢 刚出就是总裁让他来的 看来啊 他真是有问题 你看 科长 科长 我来 成化 你给我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没写企划案吗 你怎么能当上科长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弄错了 我希望是弄错了 否则在场的这么多人 怎么对你心服口服啊 所以说你现在最好 是跟我去趟人事部 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走 等一下 我想大家 都看了人事公告 一定会对这个人事公告 有一些怀疑 就由我来解释一下 这上面所写的所有事情都是事实 是经过公司高层深思熟虑以后 做出的决定 现在 你们还有疑议吗 总裁 老板 我觉得不公平 他没有写企划案 凭什么让他当科长 你先不要生气嘛 大家都知道 老板非常重视这份企划案 对不对 对啊 昨天大家就知道了 那是我写的案子 既然大老板都青睐我的案子 就应该让我恢复原职啊 除了高虹之外 有谁看过这份企划案 初稿之前这个就是机密 别人怎么会看呢 高虹你还记得 昨天我问过你的问题吗 三儿吗 绿色建筑材料系统 建议使用三儿 你知道什么是三儿吗 我记不清楚了 反正那是我写的就行了 我不至于抄别人的吧 我昨天才问过你 你就不清楚了 在场的各位 谁有知道三儿的吗 这是什么 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成话你说 三儿就是 绿色 重新 重新 可重复使用 可循环使用 可再生使用 同时对人体和环境 都无毒无害的产品和材料 这就是绿色建筑的三儿 怎么这么做 还挺熟的 为什么刚刚不知道 刚刚还不知道 刚刚还不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 我偷了他的企划案 是偷了还是抢了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怎么可能是这种小人哪 我要是这种人 我可能靠自己的努力 升到科长一职吗 这么难的问题 他一下就能答出来 这肯定是有猫腻的 说不定他偷看了 我的企划案呢 他的人品大家都清楚 这种事情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不对 是吗 那好 我再给你出一题 冬季室内适宜的温度 你建议是多少度 夏季室内适宜的温度 你又建议是多少度 这个问题够简单了 下 夏天是十八到二十度 冬天二十五到三十度 哎呀我记不清楚了 陈华你告诉他 冬季二十至二十四度 夏季二十二至二十七度 你作为写这个企划案的人 完全不知道这个案子里面的题目 而成话知道所有的一切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解释的 我 我真的没头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调查清楚再说吧 你不承认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说明了一切 在这个优盘里面 存有事实的真相 我找技术人员恢复了这个优盘 这优盘并没有损坏 只是文件被删除了 这个删除的文件 跟你的企划案一模一样 如果你没有带用成话的点子 那么为什么成话的优盘里面 会有你这个企划案呢 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够了 你已经让我失望太多次了 现在就给我滚出宋室 我不想再见到你 总裁 总裁 你误会高红了 我企划案里的点子 都是受到高红和公司 每一位同事的启发才想到的 诚划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高红和每一位同事 大家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能有今天这个企划案 大家的努力都是功不可没的 请你把高红留下来继续工作吧 既然受害者成话都为你说话了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好自为之吧 谢谢总裁 谢成话不要谢我 是 我跟你说 别看那个成话 表面上老实芭蕉的样 其实这骨子里 是啊 阴着 厉害着呢 让我跟他比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知道他是怎么当上科长的吗 不就是傍上了宋总吗 是吧 不然他有什么能力啊 他凭什么当科长呢 不过你们要相信啊 靠这种关系上位的人 下来得比谁都快 恭喜科长今天新官上任 成大科长 恭喜啊 等一下 有什么吩咐吗 是不是想传授我们 当上科长的秘诀呀 啊 如果是因为我当上科长 让大家有各种猜测和并蓝 从而影响公司的向心力 我会考虑辞职 别别别别别别 我们哪敢不服您呢 大家说是不是啊 怎么不说话呢 难道你们真的胆大包天 敢不服我们成大科长吗 谁敢 够了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不是我不服 是他们不服 我知道该怎么做 是吗 那就好啊 不过别光说不练啊 陈科长 董事长请你过去一趟 董事长找我 是啊 转告董事长 我马上接到 哎 好 陈科长 这位就是董事长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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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去吧 是 很意外是吧 我们想到 您竟然是 宋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也没有想到 宋氏能够招到你 这么好的员工 董事长 来 快点 坐 小诚啊 你的表现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第一次在面殿遇到你 你帮我挡了那碗热汤 我就觉得你是个耿直 又值得栽培的人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觉得我的眼光是正确的 谢谢董事长的栽费 可是 恐怕我要辜负您那番好意 怎么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要离开宋氏了 为什么 我很感谢您给我机会 进入宋氏 可现在 我终于明白 是您的原因 我才能升职这么快 同事们也都这么认为 是总裁的原因 我才能当上科长 大家都很有意见 所以 所以你要离开 继续留下来的话 总务科的同事 会有更多的不满 你错了 你的晋升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跟宋瑶更是没有关系 你的晋升 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可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小诚 如果你那么在乎 同事之间的闲言碎语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小诚 你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 做大事的人 不应该受一些小事情的影响 面对困难 应该做的是面对 而不是逃避 身为主管 你要有这个能力 来管理下属 更要有这个能力 画阻力为助力 画阻力为助力 对啊 在任何时任何时候 你都应该有这个能力 来把阻力画成助力 而且 你之所以升职 完全凭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的才华 而你的能力 绝不只是当个科长 我相信有一天 我能把你栽培成我的左膀右臂 可是恐怕我 陈华 你再这样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 完全凭的是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写的企划案 我不准你再怀疑自己的能力 留下来帮我 听到了吗 小诚 好吧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这才对嘛 董事长 如果没有别的指示 我去工作了 好 你去忙吧 对了 以后私底下呀 还是叫我阿姨就行了 这才对不起 诚传 看见没有 总裁向科长道歉哪 厉害吧这女人 我告诉你们 我们总部科以后 可以在公司横行霸道了 对不对 谁让你拿别人东西的 不知道偷看别人的书信 是不道德的吗 对不起 我没素质 但我很好奇 总裁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 不关你的事 去工作 科长发威了 赶紧好好工作啊 看见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这女的呀 跟宋总绝对是很暧昧的 没错 不然宋总怎么亲自送话向她道歉呢 就是 所以说啊 这个女人上位靠的根本不是什么能力 对不对 她靠的呀就是跟总裁 我不好意思说 丢人 进来 进来 谢谢你的话 可是你把她送到办公室 这么做太不多了 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只是为昨天晚上的事情跟你道歉 所以才送花给你的 我跟少君之间的恩怨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向我道歉 还有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觉得我是靠和你的关系 所以才当上科长的 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让我很困扰了 你现在要送花给我 只会让大家有更多的联想 请你别再让我为难了 陈华 我只是送你说话而已 你不要听他们说闲话好了 你的能力是游牧共同 只要好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即便我可以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 但是 我也不想再生其他的事情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决定请辞终殿管家 你要不然做到月底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了 我已经决定了 谢谢你 陈华 喂 宋阳 有点事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在日光咖啡厅见吧 什么事啊 哎呀 我应该픈